念佛重要,不能不念佛了 念佛的功夫 三个层次 第一个念到清净些 不受外面环境干扰 心就清净了 无论看到什么,喜不喜欢 都不注意 都不放在心上 抓住一个总的 前面讲的总持法门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我不受到干扰了 我在他这个见的思想上 没有喜爱 没有怨恨 平等观 为什么呢 都是假象 喜欢的假象 讨厌的也是假象 不要再分别了 不要再放在心上 心上只有一尊 阿弥陀佛 这叫念佛人 你真的能守定了 守个年三年 自自然然 得功夫成平 那功夫成平 就是得的清净性 清净性先前的 我们再看 经验之 经验之 进一步来数 再真如周边 万法也如 这个意思神 这个意思神了 真就是真心 真是真心 如是水切法 真心 能谢万法 万法就是主 二 万法如其真心 万法如其真心 在那里周边发现 真正是万法也福 一就是一心 如 如其心 相 如其心 性 如其相 性相是一不二 性当体皆空 万法了不可得 刹那生命了不可得 所以不放在心上 亲近平等觉就先见了 放在心上就错了 不可以放在心上 下面 心 佛 众生 三五差别 一二三 三二一二 佛跟众生都是属于万法 万法是新鲜的 心 能生 能现 佛众生所生所现 佛是觉悟的众生 众生是迷惑的佛 幸佛是一 佛跟众生是一 不是二啊 三五差别 佛众生能注意 平等是诸法体相啊 这一句话说得好啊 一切法体平等 相平等 提是真心 能生 能现 相是假相 所生 所现 那 佛众生 众生 借阿弥陀如来 向好光明 什么时候见到 在这个世界 丁中见到 梦中见到 还有感应见到 啊 是梦非梦 感应见到 只要能见到 阿弥陀佛 相好光明 上面所说的 神业 造的业 神业 杀神 偷盗 盈余 神三业 这三业的媳妇 都得解脱了 若如来家 毕竟 得平等口依 若遇到 阿弥陀佛如来 平等 广照 若闻 阿弥陀佛 啊 阿弥陀佛如来 平等 意义 意义是叹诚识 事等 众生 如上 种种 意义 吸附 解脱 谢徒 若如来家 毕竟 的 平等 意义 毕竟 的 平等 意义 只要若出来讲 这个若出来讲 就是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 破烦恼 消业长 理论依据 就这几句 这几句 贪婪大使 在往生净土界里头说的 比尽 平等 神业 得到 比尽 平等 可以 比尽 平等 意 统统能得 协讨 阿 尼 陀佛 阿 祢 佛